我们继续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了父面前的时候 父啊我们何等的感恩 我们知道你透过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来拯救我们 借助他的带死 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 感谢主 主耶稣的带死是我们的罪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 是我们可以得了权柄成为你的儿女 如今我们可以呼叫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 这是二等感恩的事情 我们也有圣灵的内住 在我们生命里面 领导奔走你用一杯的道路 感谢主 圣灵就在这个时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可以真知道你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心中眼睛被圣灵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清楚看见我们已经处在主耶稣 要来的时代 我们的主耶稣 透过两千年前向他的使徒耶汉显现 显示这个启示 这个启示录 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一章已经应远 如今第二第三章 上帝你的灵在世界各地教会做捷径的工作 我们为座 我们为座教会被捷径 课目 哀慕祷告 哀慕敬拜 进而经历世界各地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复兴 主我们教会要预备好 主耶稣在第六章准备揭开这个印 我们感谢主 这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都告诉我们 我们的信心要得到兼顾 感谢主 师父我们今天的学习 无论听了讲的 再次得到你的建立 你的名德荣耀 感谢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 今天是我们第十六章的一个总结 总结方面 我们有什么要可以来学习的呢 我自己在为这个总结来思考 来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有这五方面 这是我看到的 我们可以做总结 那我们来看 这第十六章的所讲的这些的真理 那我们可以做好准备 所以一二三四五五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上帝的审判法经 就是上帝的这个第三个审判 他的我们讲说就是上帝准备耶稣 从天降临的时代 他的审判这里 预备耶稣再来最后一次的一个大型的审判 那我们也看到第二呢就是这些 特别是地基督的跟随者 一直坚持不悔改 我们看到当中好多的这些不悔改的这些经文 另外我们也看到 特别第十六章里面看到对地基督跟跟随者的这个终极的一个审判 然后我们也第一次方面看到 在这里这一段期间的审判是很快的 很迅速的 然后接下去呢我们看第五呢就是 这里第十六章 他继续连灌下去到七十八十九准备耶稣从天降 这是我们要一起来看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 在第十六章这个上帝的审判发尽呢 就是说上帝的这个愤怒在这个其中要 就是要完全的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早在第十五章的时候 在这个天堂里面看到的天上的敬拜里面呢 提到约翰看到这个七个天使掌管 默默的七灾的他看到这个意象非常的奇 大而且奇 然后在第十五章第七节的时候 提到当中的七个活物把一个城满了 活到永远者之神大陆的七个基督 给了那七位天使 所以就是城满 就是他们就说这个审判就是终极了 就是在这里准备耶稣第一次 就是第二次来的时候荣耀再来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天上的这一幕的敬拜里面 就给我们看到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一开始进入第十六章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看 那就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审判一个一个彰显下来 然后再看这个有关上帝的 这个上帝的怒 神的怒 沉满了的时候 再看其他的英文版本的解经 这个圣经里面 当中就是 这个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里面讲到 他谈到神 for in them is filled up 好满了 the wrath of God 然后对这个 the message translation 谈到the wrap up 就是好像 wrap up就是要当总结 God's wrath 在十六十七节的时候 特别谈到 他说 这个拿到 这个七个碗的审判的 这个活物呢 他说这个上帝的审判里面 brimming 就是满了 隐满了 with the wrath of God 另外的NIV版本 because with them God's wrath is completed 神的愤怒 现在完全成全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些翻译里面看到 就是 是准备了 这是第三轮 就是终极的审判 准备耶稣荣耀的重天相 所以为什么一来到 这个第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 第十六章一节里面就谈到 这个七位的天使里面呢 这里提到说 把这个神大陆的七碗 把它倒在这个地上 所以这个七个碗呢 就是最后在这里 要对罪恶的这个审判 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特别提到 这个上帝的审判 终极的审判 跟人的罪恶 达到那个终极点 就是 为什么常常是这样 因为我们看 那 我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感受到 上帝为什么 一直给人机会 就是 他犯罪 又在灾产上犯罪 不悔改 犯罪又不悔改 犯罪不悔 一直给他机会 给他机会 到一个地步了 已经那个机会 已经关注了 就是满了 没有那个 那个罪恶 已经达到几点了 所以上帝的审判要下来 所以一方面 给我们看到 这个罪恶满的时候 背后里面隐藏着神的出 恒久的忍耐 然后上帝 这个摩西有讲 上帝是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 发了 谁有丰盛的事 他有长久的忍耐 就是给人悔改的机会 但是当那个机会 一而再再而三 给的时候 这个机会 没有珍惜的时候 他就 最后 他一定有一个终结的 结束的 所以审判就确定了 那我们看 这第十六章 之后我们继续看 第十七十八 就是我们会接下来 继续看 十九章 耶稣准备 从天降临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 罪恶隐满 跟现在终极 在这里的审判的时候呢 那我就马上回想到 这个根 在就位里面 我们常思考 我就常思考 这个 上帝对亚伯的应许 你可以回去详细看 这个十五章 这个上帝跟亚伯拉 这个立业的应许 在这个应许的里面呢 这里说到 到了第四代 前面当然还有几节 我没有读出来 所以我就直接讲 这个上帝 怎么样告诉 这个亚伯拉罕 他什么时候得到 这块地 这个迦南地 这个应许之地 他说他的这个 这个 后裔 有四百年 要受苦 然后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那为什么这么久呢 他说 原因是因为 亚伯利人的罪孽 还没有满盈 所以 这个亚伯利人 住在这个迦南地 从某一个程度上 上帝好像一直 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悔改 上帝就知道 他们也不会悔改 机会一直给 一直给 给了很多 甚至这里说给了 到了第四代的时候 意思就是等四百年后 上帝给的时间是漫长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读创诗底 第六章的时候 上帝透过 这个挪亚 向那个四代传讲 悔改的信息 要进入这个方舟 传讲至少一百到一百二十年 一直讲 一直讲 重复的讲 等到那个罪恶营 这个满营的 这个营的时候呢 这审判就来了 在这里同样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亚伯拉人的后裔 他要得到上帝的应许之地 首先一个条件 就是亚摩利人的罪 一定要满营 所以这个真理的领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在看 这个启示录第十六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十六章开始讲 这个地上 地基督 还有他的跟随者的罪恶 满营的时候呢 那个终极审判就下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 类比的话 亚摩利人的罪恋满营后 亚伯拉人的后裔得迦南地 世界各地人的罪恶 特别提到这个 我们说地基督 跟他的跟随者的罪恋满营后 就是亚伯拉人的后裔 不单得 之前我们看到 这个不是最 完全的这个 迦南的应许之地 这部分罢了 真正的完成的 这个迦南地呢 整个的应许之地 从埃及的 这个河 直到这个 波拉大河先进 从这个 东南部的 这个土耳其 你看这个满漫长的 到伊拉克 穿过整个的伊拉克 到了进到这个波斯湾 所以这个这么大 耶稣在末期的时候 他要等到 这个 地基督的跟随者的罪恶满营的时候呢 耶稣才 终极的审判 耶稣才来 带领教会进入 所应许的 迁徙的这个国度 他要在这个西安 耶路撒冷 在以色列地 在耶路撒冷的西安山 统治全世界 所以给我们看到 是一个类比的 所以很清楚的 这个 最 这个 满盈之后 耶稣就要 从天降临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在 朝向耶稣 再来的 这个道路上呢 这个 这个世界 会一直走下坡 从各层面来看 走下坡 但是 the best also the worst and the best are yet to come 就是说 这就是 一起走的 他们就是 从同一个时间 一起走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预备心 当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 越来越黑暗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耶稣来的 字子 是越来越近的 同时 教会呢 基督的生命呢 基督徒的生命呢 越来越丰盛的 就朝向 越来越圣洁的 一个越来越黑暗 世界越来越黑暗 但是教会 是越来越光明的 教会是 越来越圣洁的 就朝向 这个 这个 这个耶稣 从天降临的时刻 所以我们自己 可以从主耶稣里面 在马太福音里面 谈到 他来之前 发生的事情 他说什么呢 在这段期间 有很多 这些 这个 打仗的丰盛 有国际的战争 有内战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 国要多处 必有地震饥荒 这是灾难的起头 还有呢 那是人要把你们 现在患难里面 就我们之前看到 启示录第13章里面 患难里面 要杀害你们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那时候 必有许人跌倒 也要彼此 现在彼此 恨恶 所以你会看到 这是一个 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 这个是我们在 启示录第13章里面 有看到的 并且还有很多 假先知 起来迷惑人 因不法的事 争复 许多的爱心 渐渐冷淡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世界的光景 是会令你很 推上 令你很 不舒服 所以你要 意背心 你要 这个就是我们 处的时代 耶稣讲的 这些东西 都发生在我们时代 所以我们有 这样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不会被他影响 我们不会被 the worst影响 我们会被 the best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焦点放在 the best not the worst 如果你的心 一朝向 the worst 那边去的时候 你就会 不稳定的 你一定要朝 the best的 这个思考去 所以耶稣讲的时候 接下来 他说 唯有忍耐 到底必然得 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间的 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 这个世界一来黑暗的时候 福音还是要继续传出去 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是 主耶稣早在 这个 马太福音第24 在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们看 这个 上帝的这个愤怒呢 那个审判呢 已经发誓 已经满了 那满的时候呢 是跟这个 这些人的罪孽 满营是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 这个第二大品的时候呢 这个我是 跟大家有分享过 简单的带过 有关这个不悔改的 在第六章里面 这个地基督 地基督的跟随者 许多方面我们看到 这个天使 降下这晚来的时候 一个审判 一个审判 加来的时候 他们还是 不要信 还是这里 第一次 我们看 第六节的时候 他就说 人被大热所考 就泄渡 那有掌管 有权掌管 这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 将荣耀归给神 然后你看 第十一节的时候 这些人呢 就是受的跟随者 又因所受的疼痛 而生的苍 就泄渡天上的神 看到没有 又并不悔改所行的 然后我们再看 第十六章的二十一节 这个是第七个 往降下的时候 前面我们都有看 包括大地盛等等 就下去呢 这里说 又有大报纸 从天落在人的身上 这个大概四十五公斤 围着报纸的灾极大 人就什么 泄渡神 所以你会看到 他泄渡神 就是不悔改 然后你看到 他就是整个 第十六章里面 一共出现三轮的 这个不悔改 就是泄渡神 不悔改的 这个经文 如果相比之下 如果你看 第二轮的审判的时候 你会看到 相对是比较少 我再去查考 这个七个天使的 缺号里面 我就注意到 其中一个 这个应该是 第六个天使缺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呢 这些人呢 这些没有被那些灾难 被杀掉的 就是没有被灾难 这个审判而死的人呢 他们人就不悔改 自己所做的 还继续拜 这鬼末 还有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的 金银童目 式的偶像 那么这些人 又不悔改 他们的那些凶杀 邪术 奸淫 偷窃的事情等等 所以如果你回顾 第二轮的 这个审判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就是相对比 第三轮的审判呢 这个题 泄渡不悔改的是啥的 再看上去 如果你看这个第一轮 耶稣揭开 这些印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你看到 这个第六印的时候呢 我就感受到 这个是上次我教的 这些人呢 对于这个整个世界各地 都受了很大影响的时候呢 他们都感受到 那一种审判 临到他们 然后从这一方面里面 因为他们的怒气 就讲到这个 做宝座的 跟这个羔羊的愤怒 提到他们的怒气 大热到了 谁能站立的住呢 所以我记得在解读的里面呢 这些人虽然 他们受审判 但是师父有 想要悔改的那种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看这个 第七章的时候 就会看到 这个 不但有这个 这个以色列全家 这个归主 我们也看到 有数不过来的外邦人 归主 感谢主 所以这个第二点 大点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 相比我要带出的 就是第三轮的 这个审判的时候呢 这个第三轮的审判 就可以说是 上帝的审判 就是已经 发清了 已经complete 在这里 我们做complete 为什么 因为 这些的跟 第七的跟随者的 罪恶已经满 这是第二大点 那我们再看下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再分析 这个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同样也注意到 特别是 第十六章里面 我们注意到的就是 这一个 这七个网的 这个审判的里面呢 是 很针对性的 之前我们就没有 看到这么 好像是针对谁 就是一般的 世界不幸的人家 但是这里呢 一从 启示录第十三章之后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 这六章里面 就是特别是要 对这个 第七都假先知 还有他的 跟随者的审判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又看到 第十九章的时候 耶稣准备 从天降的时候 他们做 最后垂死的挣扎 就是要跟主耶稣来对抗 但是 他们的对抗 是失败的 是绝对失败的 耶稣已经赢了 我们讲耶稣 他们怎么样去对抗 是不能的 但是他们 不信的人 就是要 还是要做 垂死的挣扎 所以我们看 第三大点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就是有针对性的 地基督 假先知 还有这些 受的这些跟随者 所以你看 第十六章第二节里面 就马上提到 这个 而且毒的 仓 身在哪里呢 身在那些 有受印记 拜受相的人身上 所以你看到吗 很明显的 是针对性的一个审判 你再看 这个第十六章的 第十节 这个第五个 晚倒在 这个受的座位上的时候呢 受的国就黑暗了 这些人呢 跟随者 受的国里面 你看有跟随者 人因 疼痛 就咬自己的 食堂 你看到没有 然后接下去呢 就 这些人呢 之前他们所受的 这个 生的这个仓呢 所以是同样的人 所以你看到没有 针对这些 受的跟随者 然后我们在 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一个 第十六章十九节 那提到 那个大臣列为三段 列国的臣 也都倒塌了 所以给我们一个暗示 因为他引用 个巴比伦大臣 我们都知道巴比伦 已经帝国 已经不再存在了 从此也没有再恢复过来 自从这个巴比伦 帝国被 波士帝国毁灭 就在人类历史里面 他们没有重新再来过 所以我们看 这个是 这个巴比伦大臣呢 这是我们下一次 开始会讲 第十七 第十八 你会看到 跟这个巴比伦大臣 到底这个巴比伦大臣 肯定不是 那个旧约里面 那个毁掉耶路撒冷 毁掉这个 这个犹大国的 那个巴比伦大臣 那只是 要做一个类比 所以现在 哪一个帝国 哪一个帝国 像这个巴比伦大臣 巴比伦帝国呢 那我在上一次 有提到 这个巴比伦帝国 毁掉南国 毁掉圣殿 然后我在 上一次讲的时候 我说 这个的帝国呢 是罗马帝国 这个帝国呢 也毁掉 耶路撒冷 也毁掉圣殿 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帝国呢 不单只是 我们说宗教的罗马 我也谈到 后来这个宗教的 政治的罗马 后来我们也知道 这个政治的罗马 也成为宗教的罗马 所以这个罗马 现今的 我是觉得这个大臣 是现今的 这个意大利的 这个罗马 在这个罗马 大臣里面呢 有一个地方 叫做房地纲 那个房地纲 是最独立的 不过就是在 罗马大臣的范围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 下一次会开始 讲第十四章的时候 我也是会分 一关我准备了 大概有三堂 慢慢讲 我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 这一个大臣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第三大点 这个你很清楚看到 就是针对受的国 因为自从十三章 我们看这十三章之后 就是几十三章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看到 就很针对性 这个地基督跟 这个他的跟随者 所以跟耶稣再来之前呢 保罗特别我就 发现了在 贴萨罗一家后书 贴萨罗一家前书后书呢 特别是强调 这个耶稣来的这个事情 耶稣再来的事情 所以我们读这个 贴萨罗一家后书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了 他一谈到这个审判 达到神的公义 然后就讲到 马上跟耶稣再来 这个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里我就 引用这个 贴萨罗一家后书 第一章里面 那我读给你听 一章六节说 神是 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 报应 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所以我之前有谈到 这个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 受的跟随者呢 会避害 在第十三章的时候 包括基督徒 所以这些受 就是受本身 还有受的跟随者 来避害这个基督徒 所以保罗就说 有关这个 他说我们受患难 也必使你们在 这受患难的人 以我们的同德平安 那是主 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 可以看到没有 他这里把这个 逼迫患难 跟主耶稣再来 是放在 就是 放在一起的 好像就在 谈到这一礼的时候 一讲到 耶稣再来跟这个 极大的患难受逼迫 是息息相关的 这是使徒保罗在 《贴萨安语教后书》里面 给我们看见的 那我们再看接下来的 第四个大点的时候 就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第十 六章里面的审判呢 它就是很迅速的 一碗一碗这样 一个一个降下来 好像一 好像那个连续记得 就是没有停这样的 所以你读的时候 你会看到 你自己做比较 就是我们从 第二轮的审判 从第一轮的审判里面 你会感受到 在耶稣准备从天 降临的时刻 那一段期间呢 你会感受到是 有时候我们在想 哇 那是有许多的 这个逼迫 肯定 这个地基督徒 他不会是因为停止 而逼迫 我们不会停的 我们看第十三章都有了 这个接下去 他不会停留 就停留在 我们说那一次 十三章里面的逼迫 最可以讲说 是上帝许可里面 我们就是要有那个 忍耐到底的这一种的生命 所以在这段期间 耶稣从天降临期间呢 主耶稣其实早在 我们前面有读 这个马太分音 第十四章 这个是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他讲到说 那时因为那时 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没有了 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十六章 我们上一次有看了 十几节开始 讲到那个大地震 那城的大地震 是死无前例的 列国的也倒塌 很多大城市 也经历这个大地震的时候呢 是讲到是 之前是没有发生过的 所以我们就 下位我就简单把 过去曾经发生过 地震的一些地方 死了好几十万人 我就列出来给你看 那些跟这个末期比较起来 所以这些的大灾难地震 可能一死的时候 是几千万人的 不是几十万人的 所以是很可怕的 所以在这段期间呢 耶稣有讲到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 只是为选民那日子 必减少的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第十六章 很迅速的这个审判降下来的时候 一个一个一个降下来 很快的时间 那到底多 那个那个多长呢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 这个是我一直在 还要更多的思考 更多的祷告 我上帝 我上次 前可能前两三次吧 有提到 我自己在去考察 这个启示录音乐的过程中间 到底需要多少年呢 那我最 我最简单 就大概有个概念 快嘛 可能是十五年 慢嘛 可能是三十年 我自己 我的自己的 这个时间 那个范围里面 那当然还有其他牧者 他们也在去算 到底那个范围在哪里 那这个事还要 需要很长时间 去祷告 去默想 去有更多的 这些的资料 这些过去上帝 所使用的这些神的谱 我们要去解读 去看他们曾经解过的 这些经文 思考祷告 然后再做出一些 一些的结论 不过我们就 要预备先 我们说 现在就要预备 因为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呢 他不是突然间 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伟人 他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我们读第16章的时候 是相对比前面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是比较短的 所以感谢主 上帝怜悯 如果不是上帝怜悯的话呢 我们真的是 没有办法度过 所以是有减少 可以说是上帝的怜悯 我们看这个最后的 这个第五个大点呢 就我们看 这个我们发现呢 我们读 特别是来到 第16章最后一个七晚的时候 我们发现 虽然讲说 这个七个晚 就是 就是终极的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终极呢 是他还没有晚的终极 所以为什么有延续到 第17、18 甚至到第19章 就是 他是一体的 就是连贯的 所以我们看 这个 这个是我们 就下去 下个礼拜 下一次开始 我们看17章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一点的了 所以这个 16章17节 18节 然后接下来 19节 20节 21节 所以我们读 下一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 提到这个 那个大臣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 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提 巴比伦的大臣来 所以这里就是给我们 一个介绍 这下一次他要开始 跟你更多讲解 这个大臣是怎么样的 各国的大臣 倒塌又是怎么样的 跟这个 上帝曾经使用过的 巴比伦 这个大臣 后来他们犯罪 他们犯监狱 犯罢偶像的罪 骄傲的罪等等 后来上帝兴起 上帝曾经使用巴比伦 后来上帝审犯巴比伦 从此就完了 所以 就是灭绝了 灭掉了 就没有了 所以同样的 这个 巴比伦 这个 现在我们活在 这个时代的巴比伦 上帝曾经使用过他们 后来他们变直了 他们就是 变成 就是拜偶像了 变成就是 不是 不是 不是真 他虽然好像 看表面看来好像是真 但其实是假的 所以 我们看这个 接下去呢 我们就会看 他就会带进 更多的 有关这个 这个大臣 要说的审判 这个大臣里面 有什么 什么东西 需要 完全被 就是被 就是 完全的连根拔起 就是好像 这个 巴比伦 一倒 打完了之后呢 就从此就没有了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你看 这个地基督 假天子 在十九章的时候 就被丢到 火壶里面进去了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他们就是 这个 看得见的帝国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 我们看 第十六章 二十一节 后 接下去你看 第十七章的 第一节 如果你去做比较 你看这个 第二轮的审判的时候 七个天使 需要完之后呢 就他们就结束了 他们的这个 侍奉 就没有在 七个天使里面 出来找出一个 在连续下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你看 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呢 就给我们一个暗示 就说 这拿着七晚的 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看到没有 他师父好像 就是他还要 继续 侍奉 他还要继续 告诉 这个就是 让这个 使徒耶汉 更多有关了解 这个大臣等等 这个 要被审判的事情 所以 他不是好像 这七个天使 拿着今晚 七个天使 完了之后就退出了 就没有了 十七章 就是六物 出现另外一个天使 没有 所以他要带出一个 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 他是连续下去的 就连续继 就是出现 就是这七个天使 只能一个呢 就继续 他说 这些要做什么 我要将做在 种水上的大营妇 所要受的刑罚 只给你看 地上的君王 以他行营 住了地上的人 喝醉了 他淫乱的酒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 我们会去解读 跟这个十六章 十九到十节的 这个思路 这个是我们下一次会看的 所以感谢主 所以你会看到 他这个十六章 就还还没有完 还没有终极 还继续要到十五章 所以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 这个整个的解经的里面呢 很详细的 给我们看到 上帝的这个 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只能够说 他真是一个导航来的 他就是连贯的 我们说 每一段的今晚呢 就是 十八章要应验呢 现在十六章要先 十七章 十六章要先应验 他不会说 应验了十八章 应验了十九章之后 然后又跳到 来应验第七章 来应验第十六章 没有的 他就像一段一段 迅作次序 这样慢慢种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启示录就现今成为我的 这个整本圣经的一个导航 所以我以启示录作为导航 那我就把旧业 新业里面 剩下的一员 怎么样把它拼图起来 拼图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这样看走下去 所以感谢主 有神的这个 给我们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 这个信息里面呢 让我们可以准备好 所以上帝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如果你去明白这个 如果你去明白这个脚前的灯 跟路上的光的时候呢 你这个旧业里面 旧业里面呢 如果你要从一个地方 晚上 特别是那个背景里面 你就拿 拿着那个灯火 你从一个一个一个地方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特别是以前的这些地方喜欢建在山坡上面 山坡上面一方面也是 就是说安全的 以前就是他们的安全区来的 所以你从一个 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你走路的时候呢 因为以前没有路灯的嘛 没有路灯 现在我们还有路灯 有一些地方还有路灯 你可以看灯 以前呢 你要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只能够望着眼去看 那个城的 他们有一些灯在那边 能朝那个方向 但是你拿着你这个 你拿着你那个那一盏灯的时候 你走的时候呢 它的亮度呢 最多是照耀在你自己走 我的脚的范围里面 可能急扯这样 你就可以这样走这样 这样走走走这样 你不能太快 你不能太快 因为你太快的话呢 就是因为前面你不要 你要先照了之后你才走 照了之后才走 这样 所以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一直引你一步一步走 很有次第 还有一个导航这样 带着你走走 你拿着那个灯 就朝着那个目的地去 所以同样的 这个启示录就是这样 就是让我们可以朝向我们的目的地 所以感谢主 所以其实启示录呢 就是我之前也读启示的时候 我就不是这样看 所以我们就看 启示录的时候就好像一堆的 这个要应援的 就好像旧约里面 很多以赛亚书也好 或者是这个耶利米书也好 以西节 或者其他的宪制书里面呢 他们似乎没有那个 我们讲说那个导航的思路来的 就是他可以跳来跳起的 但是呢 一来到启示录的时候 他就不能跳来跳起了 就是我最在 没有看别人参考书之下 我在解读的时候 是上帝给我看到的 后来我就看一看 其他的解经书的时候 发现 大多数的人 解读启示录的时候 是跳来跳起的 就是random的 fulfillment这样 有一些可能占不多 就是说是 是启示录是一个导航 所以我是其中一个 就是我不是去解读了 某一个 就是写启示录的人 解经家 看他解的很有道理 我就接受他的 我自己在解读的里面 我就看 这很有连贯 这个整个思路里面 上帝给我看到 就是这样一个导航 所以就给我一个 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我要去查验 这些圣经的因缘 所以我已经跟 上次我已经跟大家分享 有关彼得前书第一章 你可以回去看 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 你可以回去看 就是其实 这个聚会的限制 每个先知在查考 聚会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米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发生 什么时候他要受苦 什么时候要得荣耀 这些都是当时 处在那个时代的 这些先知们的一个任务来的 他们要去读的 不是不是 他要发生 就让他发生 没有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很多牧者 就抱着这种心理 我是以前也是 抱着这种心理这样 但是上帝不许可 我这样做 所以我简单读一下 给你听 就让我们 就是这个时代的 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 因为这个是一种 我们讲说 是一种 带领教会 默契教会的 一个导航来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去看 这个米赛亚第一章 我简单读一下 这里 第一章第十节说 论到这救恩 那一先说 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就是讲到要得什么恩典 就这个救赎的恩典 众先知 早已详细 寻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 基督的灵 就是透过圣灵的帮助去考察什么 就是考察 要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 过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 他讲什么时候 并怎么样的这个时候 他们得了启示 知道所传讲的一切事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看到没有 他们就是围着就业的这些的 跟随上帝的群体 他们就是围着他们 他说什么时候 就是那个时间性 然后另外呢 是怎么样的时候 就是他发生的时候 是会处在什么样时代的 我们看到新列里面 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 出现两个人 第一个是西面 西面被圣灵感动 说太大死之前 他会看到米塞亚出现 所以他是一个其中一个 这个日以夜 去昼夜是思考 这个第一次米塞 什么时候来的 神给他这样的恩典 没有别的 另外的我们看了一个 这个 这个亚拿 这个女先知 年轻的就是手寡 后来几十年的手寡里面 他就是好像周围在那边祷告 就是我相信他还在查验 他跟这个西面 我相信应该是有 面面 不是面面之交 我相信 虽然圣经没有讲他们是 关系怎么样 但是我是觉得他们一定是 一定有去查验这个事情 所以圣经出现两个人 有关耶稣第一次来 所以我们第二次来 所以我们这些 上帝给我们某一些牧者 有这样的一个恩典 去考察 那你要考察这个事呢 你需要具备蛮多的背景的 不是每一个人 如果你对时事 对政治不喜欢的话 你大概考察的时候 你会满头雾水的 所以上帝怜悯 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 我在年少的时候 我大概是可能是十四五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很喜欢读世界 这些事情 然后我的爸爸也常常 他虽然读书不多 他也常常看报纸 也会跟我分析一下 这个世界的政治动态等等 然后他会跟我解释一些东西 因为他经过日本时代的 我没有经过的 他会跟我讲什么 所以我都很喜欢听 这些政治的东西 所以这四十年来 我对政治是很有兴趣的 我很喜欢听的 那我自己又是牧师 所以上帝 对我又牧养过教会 也在神圈教过书 就是要具备很多方面那一种 就是你要全方位的 有那种想去做的 所以感谢主 这是上帝怜悯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需要我有这个恩典 我们以为就是 在神圣教书就这样教 教到退休 教到建筑面就好了 没有想到三年前 上帝把这个恩典 吃出来给我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我继续带领教会 给教会一个方向 我自己我就说了 上帝在世界各地兴起 所以我需要常常听别的牧者 花时间去了解他们从神的领受 因为我们大家要走在一起 耶稣要带领默契教会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一起更整合的 可以一起的配搭 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的整合 世界各地的资源 我们不要再 就是做一些景上添花的事情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雪中送炭的 所以我们一直祷告的时候 就是那些需要做 但是很少人去做 我们要去做 我们要去弥补 我们要等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态度 不是想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主吩咐我们去做什么时候 我们就照去做 那我相信不容易 但是你有顺服的心的时候 你什么都可以去做 所以这第一最后一点呢 是一个连贯的 我们讲说是一个连贯的 就是继续下去 所以我们还有至少三四个月 要讲十七十八十九章 感谢主 好总的来说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从第十六章 看到上帝的全能的彰显 荣耀的彰显 他是全能才的上帝 但是借以他的公义来审判 这些许多神的奇事发生 一直给他们机会悔改的 不要悔改 为了自己明得荣耀 审判地基督 撒旦地基督 假先知 是他们的跟随者 那我们这些 跟随主耶稣的人 我们属于他的人 我们必须 继续紧紧地跟随主耶稣 我们也必须相信 我们是得胜了 已经得胜了 我们要再得胜 我们要进入最后的得胜 感谢赞美主 我们预备好自己 迎接主耶稣基督 从天降临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 可以问问提议 分享 还有补充的都可以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 透过这一段 简单的来总结 启示录第十六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帝 你给人的这个悔改的机会 很多时候 会有一个终极的这个点 也就是人选择 一直不悔改的时候 这罪恶满盈的时候 主啊 你的审判降下来 主啊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是 你自己要 让你的儿子主耶稣 从天降临 来成就 你对亚伯兰所应许的 这个整个大片的 从埃及的 这个河到 这个 波拉大河 主耶稣要从天降临 在这个应许之地 耶路撒冷 以耶路撒冷 先山来坐 感谢主 那我们继续 紧紧的跟随主 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 成为主的精兵 我们每时每刻 要预备好自己 等候耶稣基督 从天降临 感谢赞美主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 感谢祷告 是靠救主 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谢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